在新北市先前发生一名恶劣的男子 刻意阻挡救护车载送病患 害车上的老妇人送医不治 那么网友进行人肉搜索 发现这名男子的身份 竟然是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生 这名博士生的父亲 下午还抠印到政论节目帮儿子讲话 他说这个儿子被舆论的压力逼得快要逼死了 打开救护车的正前方不让路 还比出终止挑衅 恶劣男子的人汉车已经成了网友 全面同期的对象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却不见当事人出面道歉 倒是他的父亲护子心切 call in进媒体 主持人猛摇头肖爸爸继续说 他在救护车上 听到这种东西 你继续说啊 你继续说啊 我只觉得你讲话太夸张了 实在很夸张 网友回呛坐在救护车上的人 不是生病 难不成是赶着去喝喜酒吗 气氛网友发挥人肉搜索的功力 证实恶劣车主是33岁的肖敏里 他还是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生 高材生品德却不及格 部罗格的照片里不乏比终止的照片 写着我就是叛逆 网友塞爆留言 痛骂敢作不敢当 不要只会做缩头乌龟 台大生还这么不会想 社会舆论一致踏罚 有力为严拟提案 为来针对这种挡救护车的驾驶 予以吊销驾照处分 法务部也表示 如果确定挡车者的行为是故意 可以以杀人罪来办 我最高的你中间